好 下面我们进入新的章节 API Gateway 服务网关 我本来准备了一个脑图 但是发现没有网上的一篇博客写得好 所以我们索性就按照网上的这篇博客进行讲解 在这里 这篇 作者是Chris 他是Pugels in Action的作者 同时也是CloudFungi的创始人 然后是世界十大架构师之一 目前好像也在Spring的母公司Pivital里面工作 好像啊 然后我有幸参加过他的讲座 是我的偶像之一 好吧 然后这是中文译文 原文在这里 链接在这里 这英文原文就这一篇 OK 那回到主题 不好意思啊 感冒还没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安卓的客户袋 然后呢 这个是亚马逊的商品详情和购物车页面 那这个三个页面的这个三个页面呢 大致上包含了这些功能 比如说订单历史 评论 商品的技术信息 这个推荐信息 还这种物流信息等等等等 生活的选项等等 在这里 那么我们知道 在微服务里面 我们对微服务的划分是非常的细利度的 对吧 那是不是可能这些功能点 它会被分布到不同的微服务里面去啊 比如说这个订单历史 我可能要 呃 命中到 它是用的什么呢 它是用的这个购物车服务 啊不是 它用的订单服务 去查的这个订单历史 然后呢 这个商品的基本信息呢 我用的是目录服务 对吧 那是 我得 这些功能点 六个功能点 我会被分布在 这么多的服务里面去 那我是不是要 假设我是 直接通信的话 是不是 很无语啊 在这个客户段上 我要 知道这个 shopping cart 购物车 这个微服务的 IP和端口 知道这个物流的 微服务的 IP和端口 等等等等等等 我每个 IP和端口都得知道 对于客户段 是不是一个灾难啊 这 这只是一个 其中的几个页面啊 我就得知道 这么多微服务的 IP和端口 那整个应用的话 我可能涉及到 上百个微服务 我这边是不是 都得应变吗 那我得多累啊 客户单是不是很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举个例子 像这个 这个微服务 我可能用的 不是 http rest的 API 对吧 这边都是 画的都是 rest的API 假设我用的 不是rest的呢 我用的是 其他的协议 我用的是 譬如说 thrift 那我这个 外部端 是不是还得用 thrift的 这个 客户端啊 他就 就是所谓的 外部不友好 不方便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微服务难以重构 我们知道 这个微服务的 划分 他往往 可能是动态的 就可能 有一天 我这两个 微服务 我觉得 两个合起来 更加的合理 就是因为需求 都是在不断的 变化的嘛 对吧 我们都是 一直都是 在解决 这个软件危机 对吧 但是软件危机 一直都会出现 一直都存在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 客户单又得改啊 那这个时候 我假设这边 重构了 这边重构 是不是也是一个灾难 那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呢 是在这边 加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API Gateway 就是服务网关 就是用户 用户请求的时候呢 你不要 这样搞了 你都经过我吧 我给你去做分发 我给你 我可以知道 每一个微服务是在哪里 然后你呢 你只要知道 我这个API Gateway的 IP和端口就OK了 然后至于 你这边假设用的 不是http协议 你用的是thrift 那没有关系 我这边也可以 做一些办法 我这边集成一个 thrift客户端 我跟他通信 但是对于暴露在外面呢 我还是用的http rest 对吧 当然不一定了 也可能是其他的协议 就说白了 他就是做一个 请求的 什么意思啊 他是做一个 请求的一个 聚合 对吧 那这边呢 分析了 API Gateway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的吗 就很多了 比如说 客户单这边 解放了客户单的编码 第二 假设这边有重构什么的 我客户单 调整也是很方便的 对吧 还有等等的 第二个是 这个 API的 API Gateway的缺点 它的缺点呢 是 既然增加了一个组件 我是不是要额外的 开发和维护啊 那增加了这个组件 我是不是还得考虑 考虑它的高可用啊 对吧 那 然后 这个下面我们就 不说了 大家自己 有空的时候 去 拓展一下吧 然后 我们进入本章的 正题 叫Zor Zor Zor是一个 实现的比较好的 这个API Gateway 这文章里面 也有提到 叫Netflix API 叫Netflix 它这个上面 说的是 Netflix API网关 网关嘛 就是Gateway嘛 对吧 但是它没有提到 Zor吧 那 它没有提到Zor 其实这个 Netflix API网关呢 其实就是指的Zor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简单的 介绍了一下 API Gateway 下一节课 我们正式进入Zor的讲解 好 谢谢大家